传统的护锯护腰 它就是一样是闷热的问题 就是说把这个材料做一些改变 然后再加上它的原来护锯的有一些缺点 我们再去做一个补乞 这是用一种它可以产生很维系孔的那个透气孔 这个透气孔是贴合在两面布的夹层当中 我们在这个材料里头再加入眼红外线的矿石粉 那它可以释放眼红外线 那贴戴起来它会多了一个功能就促进你学一学 那眼红外线你我们做的也看看不到 所以我们这是用台湾的精灵性纺织品的认证 这个认证性纺织我自己承认的一个认证 以这一款在布的部分做透水的那个实验的话 你的水你倒进一分钟内它就可以把它渗透到美国 那当你戴在身上它就能够产生透气 我们在腰部啊因为我们的腰一般我们腰椎到我们在末端的腰椎的部分 会有一个凹进去的腰椎 用这个装置是在有点头背的状况之下它是帮你把它支撑起来 利用你的腹部去支撑你的脊椎 测完以后然后这里支撑腰椎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连扣的部分也做了一个改良 这种射出型的这种细钩 这种虽然看起来这么细 但是它不会勾不住 勾起来以后你怎么勾它会拉住的 那在毛面的这一块一样也比原来要优越 这个欧面跟毛面的部分做一个改良